什么是趋势? 今天小黑跟大家聊聊趋势 其实要理解趋势的概念很简单 基本上如果线形是从左下到右上 那就叫上升趋势 左上到右下就是下降趋势 在一个区间之中震荡就叫做盘整趋势 趋势概念来自哪里? 要提到趋势 就不得不说到技术分析的先驱道士理论 道士理论指出任何市场都有三种趋势 分别是短期趋势、中期趋势、长期趋势 并分别代表数天到数周的走势 数周到数月的走势 数月到数年的走势 不过到了现在 对于准确时间区间的定义变得稍微模糊 例如对于当冲甚至是Bitech的操作者来说 可能一天的趋势 对他们来说就是相对中期趋势 一周走势对他们来说 就是相对的长期趋势了 而在一个长期的趋势之中 中期趋势可能已经经历过数次的变动 在中期的趋势之中 短期趋势可能已经经历过数次的变动 要使用哪个趋势 必须依据自己的操作方法而定 在一个长期向上的趋势中 如果中期趋势走低 就相对比较有机会能够低接市场 而长期向下的趋势 如果看到反弹 很可能在网上还有源源不断的压力存在 这其实很像德国股神科斯托兰尼 提过的主人与狗的例子 主人相比与狗 就是更长一些的趋势 狗虽然会前后乱跑 最后却还是会跟着主人移动 趋势的概念该如何使用 然而 这些趋势看起来似乎有些理所当然 一看到线图 投资人当然马上就知道 这个市场正在往上走 往下走或盘整 那么趋势的用途在哪里呢 首先最直观的用途 就是了解投资人自己的操作策略是什么 是依据趋势的强势标的顺势交易 还是找反弹或是估值过高过低的逆势交易 这边就会用到趋势的概念 明确自己的策略 究竟是顺势或是逆势交易后 再下一步 就需要思考投资人的策略 是打算放长期 中期还是短期 以及选取的标的是否符合自己的策略 这些都能够用技术面的趋势来验证 除此之外 所谓策略与趋势的关系 其实不仅仅是在技术面之中 甚至包括从基本面的角度找到标的 也可以分析该基本面对于标的的影响 是长期 中期 还是短期 并且利用技术面来印证自己的看法 案例分析 另外让我再来举个例子 这边是两档不同的标的 如果我今天想要做一个 投资强势标的策略 从日线来看 这两档看起来都很不错 动能仍在持续 后势可齐 然而如果从更早以前开始的月线来看 这两档的表现就差非常多了 第一档的强势上涨会不会只是反弹还不好说 前面甚至还有许多压力 在上涨途中可能不会那么轻松 而第二档除了已经在底部盘整许久 累积动能之外 网上更是没有压力 结论 其实透过趋势的判断 可以更明确的了解 某个标的是否符合投资人的策略目标 除此之外 许多投资人最常犯的错 就是没有把短 中长期的趋势都看过一遍 这也导致投资人很容易搞混某个标的的性质 误把短其表现当作该标的的常态性质 要判断趋势往上 盘整往下真的不难 基本上一般人应该随便看一眼 就能得出答案 在趋势的部分 除了观察标的趋势 是否与其他因素一致如筹码面 基本面等之外 最重要的还是细心 在搞懂趋势支撑压力 形态后 大家基本上就已经可以分析 一个走势中的大方向 转折点和图中关卡的位置 在之后则是经验的累积 愿获利与大家同在 有趣的 有趣的 这次则是最终的